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冰块 只有这里才有大标车最全的拆车视频 我们快来了解一下 欢迎回到这期的大标车 我是徐旭峰 也是指挥车真话大冰块 那么今天终于到了宝马的3系 因为之前的确 无论是奔驰C也好 还是奥迪的A4也好 我们都拆过了 对于BBA在这个级别里面 最后一台车 那就是宝马3也到了我们拆解的现场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 这辆宝马320LI 那它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呢 好 现在一块跟个大冰块 就去看一看 那这一代的宝马3系 它的底盘代号分为F30和F35 F30是一个标轴版 F35是长楼版 那我们这台底盘代号就是F35 当然底盘我们会在下期跟大家说 那他说前后防热量之前 还是老规矩 跟大家去看看发动机舱里面这点事 那首先这辆车的发动机舱里面 是有两个盖板的 一个是盖住这一块 的确会看得更好看一些 然后就是它的发动机的一个盖 那里面也是有相应的 还是比较软的隔音棉 或者是隔热棉 就是这个东西 这台发动机 这一代的代号叫做B48 也就是涡轮增压2.0T的一个发动机 当然这个还是有高功率和低功率板 那低功率板就是这辆宝马320 高功率板是宝马的330 当然还有一台1.5T的三缸发动机 这台是一个纵制发动机 因为它是一个后驱车型 这边是玻璃手的位置 是在这里面 然后电瓶的正极 打开以后可以看到有一个连接点 那副极其实所有的车身的金属架都是副极 所以说大电小伙伴可以从这个位置 当然后尾箱它的电瓶的位置也是可以的 标准双仓式的设计 这也是豪华车基本上是一个标配版 因为我们看到之前的奔驰 奥迪都是这种设计 所以说这个不再去多说废话了 因为我们看过很多车的液压停杆 基本上是在这个位置 那它的液压停杆在这个位置 大家如果学过力学的话都知道 越靠这边的它的液压停杆 要求它的力量就会越大 所以说这根液压停杆还是会比较坚挺 然后这边是有两个补水壶 那这个大一点的补水壶 是对整车散热的一个防冻液的补水壶 那小一点的这个补水壶 是它水冷式中冷气的补水壶 因为我们之前也看过很多水冷式中冷的车型 但大部分会跟它的整个循环系统是并在一起的 那这辆车它给分成了两个 网友也会说 说是早先的N20 N20层最大毛病就是烧机油 到B48的时候 烧机油反而觉得不可怕 因为它烧防冻液 那这一块具体说为什么 我们在这期节目最后会跟大家再去多聊一些 然后这块就是它的水冷式中冷气的位置 所以说它的发动机会比以前造的要复杂的多的多 那它的防火墙这么目测的话 应该是大面积的铝瓦和大面积的防火棉 是因为它的发动机的确是比较靠后的 它的铝瓦一直延伸到这个位置 还是会看得比较清楚的 那边也同样是这样 当然我们在下一集看底盘的时候 会从下面会看得更清楚一些 但是我们现在目测看的话 是大的面积的铝瓦跟大面积的防火棉 OK 这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那发动机舱这块呢 基本上就跟大家去聊这么多 那上面也是有相应的吸引棉 那具体说是什么材质呢 我们一会儿会拿着我们小词典 一个一个的去跟大家去测一下 我们现在主要还是看看它前后防热梁 到底是什么样的 那么现在呢进入正题啊 看看这辆宝马三系的前后防热梁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 那会不会像我们之前看过那辆宝马五系 明明是铝合金的后防热梁 结果到中国以后变成了普通的钢材呢 那首先看到呢 是一个铝合金的前防热梁是没有错的 而且它的长度也是非常长的 厚度是1.9毫米 1.9毫米啊 其实1.9毫米 对于铝合金防热梁而言 真的不算是厚的 是因为我们下面的文章 是有一个非常长的排行榜的 是能够看到我们其他的车 关于铝合金防热梁 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 我只能说1.9毫米的铝合金防热梁 真的算是比较薄的了 前装泡沫是有的啊 所以说我也就不再去多说什么了 而且也是盖的比较完全的 总而言之 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大冰块是非常唾弃 没有行人保护泡沫的车型 那防撞梁到水箱的距离是97.48 只可惜啊 得了一个四分 差点呢就得了五分 这个距离的意义是什么 如果说你发生低速碰撞的话 你可以让水箱尽可能的不去受伤害 因为我们的确在我们的开车的表里面呢有非常非常近的 也如果你轻轻一撞 防热梁可能一变形就直接会影响到水箱这块 西能盒的长度是231.63 大家可以看到也是铝合金的 这个西能盒呢 我们并没有看到相应的右导和打孔 但是231的这个长度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应该是西能盒里面最长的一个 是230多毫米非常长 也是可拆卸式的 那它的宽度呢 达到了149 而它的两个轮胎之间的宽度是173.5 那它的占比达到了85.88% 在我们那边也是一个五分了 那这个宽度也是在我们为数不多的这种车里面 是一个最宽的 它要比奔驰CG还要宽一些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轮胎的外面 这个是防热梁的最外延 也就是说这边如果发生碰撞的话 你的确啊 会对这个非常脆弱的前悬挂呢 会有一个更多的保护 好 那前面呢 基本上数据方面啊 就跟大家去聊这么多 但是呢 除了数据之外呢 还是有一些东西想说啊 无论是在我们直播的时候 还是小伙伴们给我们留言 都会发现一个问题 说宝马三系的水箱是特别容易受伤的 的确我们在网上也搜到了 非常多的这个类似于这种案例啊 那怎么去避免这个 可能的话啊 小伙伴们可以在这边去加一个网 可以去减少相应的损失 但是啊 说到这呢 还有一个东西 大家看到 哎 下面有一个进气孔 这个难道是这辆车的进气孔吗 这个呢 大冰块也是作为一个小谜题啊 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大标车 在下面输入宝马三系进气孔 这六个字 到时候呢 大冰块就会告诉你 这个进气孔到底是干嘛用的 它是不是真的是发动机的进气孔 如果是发动机的进气孔 那这辆车还能过小水坑吗 那还是啊 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大标车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宝马非常标志性的 有两个加强的横杆 我们拆过的几辆宝马呢 也都是有这样的结构 下面这块啊 也有一个相应的西能盒 是下面这一块 好 前面呢 就基本上跟大家聊到这儿 我们现在呢 转移到后面 看看它后面是什么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整个蒙批的材质啊 其实对于这个级别的车呢 我也是会比较关注的一点 是因为我们之前 奔驰C也好 还是奥迪也好 也是有相应的铝合金的材质 或者说是钢的材质啊 当然对于这辆奔驰C呢 我们的确看到了 国外是铝合金的 那国内呢 被减配成了钢的材质 那对于这辆宝马呢 我们先测试一遍啊 前面的这个引擎盖和翼子板呢 我刚才已经测过了啊 也是比较吃惊的啊 竟然也用的同样是钢的材质 那后门大家可以看到 是钢的材质 然后后翼子板也是一个钢的材质 那上面呢 就别说啊 一直到顶盖都是钢的材质 那后尾箱也是钢的材质 所以说这辆车 整个蒙皮完全都是钢的材质啊 没有一点的铝合金 好 这就是一个材质的问题 好 我们现在呢 继续看它后面的防车梁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材质呢 是一个钢的材质 热情深钢吧 还是比较硬的 那我们刚才已经测量完了 它的后防车梁的厚度呢 是1.58毫米 那它的防车梁的宽度呢 是117.5 那后轮的宽度呢 是175 占比67.14% 所以只得到了一个两份 后面新增盒也是有的 也是非常标准 相应的诱导相应的打孔都是没有问题的 好 那数据这块呢 基本就到这儿啊 那是不是外突也是非常明显 的确啊 它的后面的防车钢梁 是要比后门呢 要更突出一些 也是低速碰撞的时候 小小碰撞呢 这个防车梁就给你扛住了 那扛握呢 你也别指望后门会怎么样 所以说呢 在低速碰撞的时候呢 还是会有一些作用的 说这个后防车梁是钢的材质 那国外的后防车梁 是不是铝合金呢 那我们还是翻了好几座山啊 是看到了国外的一些资料 当然国外呢 叫F30啊 F30的底盘 那我们这辆车呢 叫F35的底盘 可以看到它的后防车梁 同样是钢的材质 所以说对于宝马而言 它的后防车梁 在三系里面 就是一个钢的级别 还够不上铝合金的级别 所以说呢 这辆车还真不算是减配 我只能说 它是比较低配而已 刚才说了 前面那大小两个水壶的故事 还没讲完 那现在先融大冰块 把那个水壶的故事讲完 再给大家去看看 它到底最后得多少分 那对于这两个水壶呢 其实网上呢 也会有很多的问题啊 很多小伙伴的新车 开着开着 可能也有开了1000公里 或者是2000公里 结果发现 它报警了 是因为它这个水 不知道去哪里了 我们可以从这个里面看到 我们对于这辆车而言 它的这个水壶的页面的高低位置 是做得很有意思的 从这个位置看到 它是一个小的塑料片 最上面呢 是MAX 是最高的位置 那下面那个MINI是最低的位置 对于这辆车 其实这辆车的公里数不算太多 也就是500公里左右 500公里左右 可以看到 它的页面 已经是有点偏低了 很快很快 就会到最下面这个页面了 所以说我敢断定这辆车 开不了多长时间 同样会发生这种报警的现象 那问题来了 那它这个缺湿的液体 到底去哪了呢 那这个湖呢 我刚才说了 它是一个水冷室 中冷气的冷却液 如果说它的冷却液 是漏在了外面 倒还好 你只不过每次 报警的时候 你就去加一些就好了 那如果说它漏在了里面 会有什么后果呢 大家都知道 中冷气的作用 就是把经过你涡轮 压缩后的空气 高温的空气 进行降温 降温温以后 直接吸入到发动机里面 如果这个时候 它的漏点 是在里面的话 也就是说 它的这个水 会变成蒸汽 或者说变成别的物质 直接吸入到发动机 如果它仅仅是纯水的话 其实呢 发动机里面 净一点点的水 倒也不是太大问题 因为我们汽油里面 其实就会含有水分的 但我们看过的资料里面 这个湖里面的液体 是防冻液和水混合的一种物质 那防冻液里面是有化学物质的 小伙伴们 如果你们不信的话 把防冻液破在地上 如果等它干完了以后 你们会看到里面 会接那种墨一样的东西 如果说这个东西 吸入到了发动机 时间长了以后 它不会在发动机里面进行沉淀呢 还是需要时间的去验证 但是从我的理解里面 我认为这个会是一个不安全的因素 不过还好的 赵伯伴们知道我们的大标车 其实是有后台的投诉功能的 也是我们有一位网友 是因为这个问题进行投诉了 经过我们的努力 经过我们后面团队努力 他已经把车给退了 两个小水壶的事 就跟大家去聊这么多 所以说还是要勤去看一下 你的水壶的位置 而且去咨询一下宝马那边 说我可不可以放一些纯净水呢 如果是纯净水的话 是要比这个要还是会好一些的 好 这个就聊到这儿 我们现在呢 就来看看这辆车前后防烧梁的部分 到底能得多少分 好 那么现在呢 来说一下前后防烧梁这块 总共得多少分啊 那我们前后防烧梁这块呢 满分是在60分的情况下 那这辆车最后的得分是40分啊 真的40分也是我们近期 是一个比较高的成绩了 是因为我们的数据全部都在这儿 我们的公众号里面的文章呢 也会把这张表呢 非常详细的贴出来 大家可以一项一项去审视 好 这个是分的事啊 遗憾的是什么 我们到我们现在拆车的时间为止呢 并没有找到这辆宝马的三系 包括说F30底盘 在国外它的蒙皮是一个什么样的材质 我只能说我们说有两个情况 第一 国外是铝合金的 那国内我只能说 它被减配成了钢的材质 这种做法和当初和奔驰的做法 是一模一样的 你为了什么 你就为了是降低成本 没有第二个方法 如果说你国外也是钢的 我只能在质疑宝马 你对于一个宝马三系 这么讲究操控的车来说 难道你不希望你的车的 尤其是越来越轻吗 就越来越轻 你会带给你更多的操控 无论是动力也好 还是操控也好 也会提升很多 我只能说 如果在国外 它就是一个钢的材质的话 我只能说这个三系 对于它来说 真的是很重要的一款车吗 当然这两种情况呢 都是50%到50% 我们的最后文章呢 会跟大家去解释的这一点 蒙皮这块事呢 我倒会觉得不是一个大问题 它最多只是一个 所谓有没有良心的问题 但是这个小水壶里面缺防冻液 我觉得这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我们之后呢 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们会把这一块给拆开 看看它里面到底能不能够找到相应的漏点 所以说呢 也希望有这辆车的小伙伴呢 多去注意一些 好 那今天大标车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我就是那个不用看别人脸色 自己的车自己做出大饼块 当然也是那个只会说 蒸化大饼块 那我们下一期啊 就是这辆F35底盘的宝马3系的底盘部分 大概跟大家去多聊一聊 好 小伙伴们再见 那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此结束了 还是非常感谢小伙伴们的观看 那我们在这里的视频呢 会跟我们微信公众号的视频 会进行同步更新的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击下面订阅 当然呢 还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大标车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